新华社消息 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今天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这是个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大修 也将迎来一次重大的变革 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 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 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 个税起征点由每个月的3500元提高至每月的5000元 即每年6万元 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 继续教育支出 大病医疗支出 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优化调整税率结构 扩大较低档税率的急剧 此外为了堵塞税收的漏洞增加了反币税条款